Hello 大家好 我是蛋糕糕 这期的视频的话是一个系列叫做跟我去旅行 那么今天的视频是要介绍一下我去旅行的时候行李箱都带了些什么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我这次去尼斯的话行程不是特别长 15号去 然后17号回 因为我的生根签就剩最后三天了 所以我想把它用掉 我这次东西就不会带特别多 其实我这些东西我一个书包就可以装下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会在尼斯买东西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登机箱和一个随身的菜包 至于我的行李的话 我的一些不是什么特别会常用到的行李 我会放在行李箱里 但是我在旅行途中会用到的行李 我都会放在我的这个lonson的这个买菜包里 这个包真的很能装 我十分推荐大家买一个 因为它在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得非常小 而且你平时上学的时候 用这个包也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它能装很多很多东西 这次出去的话也是因为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衣服都没有带多少 就带了一套牛仔裙 跟一件长梯和一个小的背心吧 算是因为我不确定那边会不会热 嗯然后再穿了一件就是长袖针织衫 然后加条牛仔裤下面穿上运动鞋 外面套个针织的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针织外套 因为英国的气温毕竟还是比较冷吧 嗯刚刚大家也看了我整个打包的视频 然后我估计可能会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首先是我的这个化妆包 然后这是这个就是液体的那个包 还有一个是我特别想安利给大家 觉得旅行很有用的 就是这个护照夹 嗯首先的话这个化妆包 是我带那个YSL买东西 然后买多少 买80包还是多少帮送的 然后的话我这次带 因为只是三天带东西不是特别多 我个人出门还是比较倾向一种 轻装典型一点 那么我就给大家点赞介绍一下吧 首先是一个刷子 我选这个刷子是因为它就是有双头 然后它外面有一个小布的小袋子 然后这个刷子的话 我觉得适合一适合 嗯你反正化整个眼妆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CAMIC染眉膏 因为我的发色比较浅 所以没有染眉膏的话就很奇怪 纯高的话我带的是这个 是带的Chanel的426 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在我以前的视频中间 也有试色 大家可以有心稍微点进去看 然后一只睫毛膏 然后因为我个人的眼睛用浓密的睫毛膏 没有太大用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这是兰扣的一款鲜长的睫毛膏 然后接下来还是一个唇膏 是一个KISS ME CRO 是露华龙的唇膏 然后这个唇膏的话 颜色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橘红色 然后这个的话 也在我那个适合春夏使用的唇膏的视频中间 有试色 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 也可以点击去看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一个 那个 一个 嗯 气垫粉饼蓝扣的 因为 因为那个 出门的话 我能尽量不带液体的粉饼 不带液体的粉饼 就不带液体粉饼 然后这是眼线笔 这是一只KISS ME的眼线笔 这个颜色是黑色的 然后我还带了一只 嗯 妙巴黎的眼线笔 这一只的话没那么细 然后是棕色的 我只想快点把它用掉 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用 它颜色太浅了 然后还有一点点容易晕吧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眉毛产品 是那个Sort and Glory的 一只眉毛 眉笔 然后这是眉笔油版颜色 是非常浅的颜色 因为还是一点 因为我的发色比较浅 然后 嗯 不见得多好用吧 反正我对眉笔一直都很无感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碰到 我特别喜欢的 还是说 我这可能就是他会用眉笔 还是怎么怎么样 搞不太清楚 然后的话 接下来是一个KISS ME的 这个眉笔都已经被我用裂了 不要问我怎么裂了 就是有一天一不小心一屁股走上去 它就裂开了 然后这个眉粉的颜色是 嗯 EX5 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看清楚 哦对了 我这个相机的话 因为它是 它这个镜头的话 是没有自动对焦的 所以说就没办法 可能今天的视频 要是不是特别清楚的话 大家也就见谅了 这是一只NAS的射加膏 然后4号是 呃文尼拉 好像也是最浅的一个颜色吧 然后我用的话还蛮好的 这个颜色 然后这也是我唯一一直用在 就是脸 脸牆的那个地方 不会 不会那个 不会起皮的这下膏 然后这个是高色的一款眼影 然后我但这个颜色 不是PK3 是PK2 是一个粉色系的 就不是那个很很很很很 很火的 它不是那个很火的酒红色 那个很火的酒红色的话 我个人 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我 所以我就买这个 我觉得这个颜色 太适合春夏了 很点的一个颜色 然后的话 接下来还是眼影 是一个NAS 我一直以为这个眼影的色号是喜马拉雅 结果搞干净不是的 然后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大地色 然后它这个眼影是可以干湿 是可以干湿两用的 然后是也有比较好看的天光 然后 具体的刷色的话 我到时候在我之后面的眼影的介绍视频里面 再给大家具体刷色吧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修容 是Benny Bates的Hoola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的 它不会特别偏橙色 所以说用起来的话 就不会特别的不自然 有人说这刷子很不好用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不知道为啥 我有个小号机 我说这刷子超难用 扎点还掉脑 但是我用的话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一块高光 然后这是自制堂的PK107 然后这个传说中的就是山根力气 然后确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填内钩 效果还蛮好的 因为我的话我单眼皮 然后又是圆脸 所以内钩也比较深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个CAMIC的腮红 这个腮红我在我腮红界上面 为什么要带这个呢 是因为我唇膏带了一只粉色和橘色 那么这个腮红的话我想涂粉色和橘色的话 就是只要粉色的我就涂 我就涂这 反正我要涂粉色的话 我就涂粉色这一边 然后要橘色的话就涂橘色这一边就OK了 非常好用的一个 然后一个夹子 夹头发的 这边就没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给大家介绍我这个 就是里面装了液体的产品的里面 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的话是一个那个 洗面奶的分装 然后这个洗面奶正装给大家看 它的正装是这个 雅士兰黛那个红十六的那个洗面奶 然后这个紫色的瓶子是一个Purple shampoo 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洗发露 因为我头发的话 实际上面看上去没有什么黄 会冷色掉一点 然后的话这种紫色的那个洗发水的话 是用来去掉头发你们不想要的黄色的 然后是一支我最近特别喜欢用的一支香水 是那个芝麻洞今年2016年的春季鲜亮 然后这个是木许四叶草与金莲花的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就是一股我觉得是男朋友的味道 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这个的话忙买 我个人觉得比起芝麻洞他们家其他的香水 忙买的风险不是那么的高 也就是这一支的大众接受度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然后的话是一个那个HUBBA的油 然后这个油有多好用 我也不用说了 反正大家我感觉这个油的好评还蛮多的 然后我用完这个油之后 我感觉对于我肤矿的稳定什么的 都还不错 但是效果的话 我个人对护肤品的效果的感觉 都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说就也没办法给大家说出什么 多明显的那种感受 然后给你们参考 反正对于我来说这个油就是 我的肤矿就变得稳定 但至于给我浮矿带了多大的改善的话 我可能确实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油一般参加我的肌底液 或者是参加我的面霜明用的 接下来是一个蟹脚水 这个蟹脚水不好用 然后当时看什么UK No.1 我就买了 但是反正年轻化高的卸不干净 就不要买 大家看到这个就一定不要 然后接下来这是一个 IFSHIRE的一个自律 好像是自律股 还是什么什么鬼东西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感觉的话也就那样 我一般把它因为出去旅行才用 所以说没有持续用 也没有感觉有多大的效果 接下来是一个超小质的小棕品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眼霜 然后这是一个欠臂的眼霜 这个算是眼部折离吧 它是说是有去除水肿的一个作用 然后你看它这个头我还蛮喜欢 它这个按摩头感觉会凉凉的 然后让眼睛觉得很舒服 然后为什么我会一直还蛮喜欢这个产品 是因为我用完之后 确实会感觉我的眼睛周围有热热的 然后我的水肿会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不要指望这个会有多明显 我觉得太明显的 反正就觉得让我觉得怪怪的 然后还是Sofina的小兰花 然后有人说小兰花这个因为有抗氧化的成分 再说是适合年纪老一点的 也不是就适合手领的一些的妹子用 但是我个人觉得那种抗氧化这种东西 它也不是像什么抗糖化 或者是抗枪击化那样的成分 抗氧化我觉得差不多20岁之后 我可以开始用了 再说你家防晒霜里面的抗氧化产品 它能有多抗氧化对不对 它主要还是防晒 然后看这个防晒霜的话 大家记得看一下 它虽然是蓝品 但是它这个分这个是Shitoli 然后它有一个Sappali 它Shitoli是一个滋润的成分 但是那个Sappali的话 就是一个清爽的型 所以说油皮跟干皮一定要看清楚了 自己是清爽型还是滋润型 然后再买 这是我的一个卸妆膏 然后卸妆膏正装在这个地方 这个RMK的卸妆膏 我一直觉得这个卸妆膏很好用 但是有一次我看了一些 也是评价的 就是功课什么 说这个卸妆膏它虽然好用 但它相近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换换 其他牌的卸妆膏感受一下 但是我个人的话 卸妆产品是最喜欢卸妆膏的 它的香味也蛮好闻 然后用起来很细腻 卸的也很干净 对于我来说也不会让我长痘什么的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长痘痘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说如果说对相近 不是特别介意的妹子的话 你可以考虑买这个 我非常推荐 我已经安利给我的摄友了 我摄友还安利给他妈了 反正就是我觉得蛮好的 这个东西 接下来的话是一个是护手霜 这个是大家已经看过了 我翻包视频没有的 我只想把它用完而已 然后这个是一个bleach 就是我当时漂头发 我头发漂了两次 还toner了一次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我的漂发套装里面 自带了一个发膜 然后我最近实在太懒了没弄头发 所以说既然出去玩吧 有人想到戴这个的话 就还是用用吧 不过感觉好像 这样看起来我头发也没有特别想操 最后上下来是一个 是我在冰岛的时候 然后泡温泉 他送了有一个试用 就是一个试用的小袋子 然后送了一个面霜 是冰岛蓝湖温泉的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反正就那样了 就保试用 最后的话就是我安利这个护照夹 护照夹当然不一定想买我这个 但是我觉得护照夹在里面 出去旅行 尤其是出国旅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的话 然后我觉得那种小的什么护照 那种保护套什么 就不要买了 因为反正海关盖章的时候 就要把你保护套拽下来 所以何必呢 买个这种护照夹 这护照夹我当时是在新加坡的 张艺机场买的 不是特别的贵 但具体价给我忘了 然后有一点很单疼 就是它上面被我弄脏了 我不知道怎么弄脏的 反正就有一天我拿开 然后发现它已经脏了 然后这个隔层的话 我觉得它蛮多的 这上面有写 尤其它大概就是推荐你怎么用 我一般是这样子的 我一般把登记牌 或者是我的那个e-ticket 也就是我现在那个 电子票 然后一般都放在这一边 然后的话 这一边的话 我这个地方放的是我的证件照 然后这地方是放了一些邮票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他喜欢收集影片 然后我也是到一个地方 就会跟我的一些朋友们进行影片 所以我会把邮票放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放了一个小回心针 我一般用来干啥 一般用来就是 避住我的签证那一页 到时候就好翻 因为你要你经常的话 你要把你的签证页翻出来 你过海关什么的 所以说我一般会拿这个小别针变一下 然后的话 这是我的护照 护照会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会这样子的护照 然后特别是入境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BRP 就是插在这个地方 就BRP相当于我英国的签证一样 因为现在签证还是一张电子信息卡 然后插在这个地方很方便 然后等于说就是 你就不需要 你到时候出去玩 特别在机场 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手上一把东西 又是登记牌 又是护照 又是什么 我的签证卡 生物信息卡 我的证件照什么什么的 一般大家都喜欢把它夹在护照里 这样子不好 最好用一个这个东西 把它收纳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 而且这个东西有个好处 它的形状是长方形的 然后就不会把东西折得乱七八糟的 用于这一点我也觉得蛮好的 反正还是推荐大家买一个 这种护照夹 我记得淘宝上有一大堆 各种各样的 几百块的也有 上千块的也有 但是十加十块的也有 反正只要买个质量好的 然后买一个这种 就是中间的夹层 不要实用的 然后不要买个太重的 就行了 然后我个人买了一个显眼的 因为显眼我才能知道它在哪 嗯 然后的话 再没有什么可交代了 反正这个东西 我是非常推荐大家 出去玩的时候 备一个 嗯 非常实用 另外的话 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小白鞋 这个小白鞋 我在Primark 买了只要三磅 虽然有些人说 就Primark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什么血汗工厂啊 之类的东西 嗯 但是他们家东西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买这个白鞋的时候 我也没有犹豫太多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谢谢大家